但是其實當藝人大家最關注或是粉絲會常常拿來聊天的話題就是感情 感情 緋聞 對 像最近就是王心霖跟姚元昊這對Couple他們退回朋友的關係 變成你的一舉一動 你的戀情就是大家都會給你很多的想法 然後你就變得好像不自在那種感覺 那麼現在雖然他們兩個人決定要退回朋友關係 當然還是給他們最大的祝福囉 去年鎮上小巨蛋王心霖開演唱會還自爆為愛失去所有 三年前我因為一場戀愛我幾乎失去了所有 包括他正在籌備的小巨蛋演唱會 口中說的戀愛指的就是跟姚元昊的戀情 不過交往四年南方多次透露想結婚 現在就傳出協議分手 姚元昊也認了兩人退回朋友關係 這個月16號王心霖私人臉書寫 當隨心所欲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少了尊重 說穿了只是不顧他人感受的自我 隔幾天後就傳分手 外傳他們分手有四大主音 包括姚元昊喜歡衝浪等戶外活動 王心霖則愛藝文活動 加上去年聚少離多 王心霖都在大陸跑商演 再來就是姚元昊沒什麼事業心 另外最大主音就是王媽媽反對 在感情中我也曾經被第三者狠狠的傷害過 所以我絕對不容許自己成為 別人感情中的第三者 當初王心霖 姚元昊隨堂 三角鏈爆發時 王心霖獨自面對媒體 哭著說自己不是第三者 讓王媽媽心疼女兒 背負小三罵名 如今突然宣布退回朋友關係 也讓外界相當震驚 與別此新聞 莊其媛申簡合道